最近聽了一個口號 斑斑有冷氣 校校會發電 這個是中央的相關的政策 但是台東市長盧秀彥說 這個部分是他的德政 所以就被蔡喜昌所拴了 那除了這個部分之外 在阿龍選區裡面我們就看到了 我們的另外李喬如市議員也說 斑斑有冷氣是他去爭取來了 我想這個部分的臉皮 似乎太厚了一點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實事求是一點嘛 我們選舉就是公平競爭的來處理 那至於阿龍看到的後面的問題是什麼 斑斑有冷氣 校校真的能發電嗎 發的電真的夠斑斑來吹冷氣嗎 咱們繼續看下去